我们要护持佛法 离开佛法 有什么 离开佛法 你就迷惑了 母的起病 魔王啊 就会控制你 就会掌握你 你自己不知不觉 一切顺从魔王的支配 佛法忘掉了 这种情形 在今天的社会 尤其是多 我们看到 听到的太多太多了 这个时代 放入魔墙 魔的力量太大了 魔也有护法神 我们忍不起 只有一个方法 退避 除这个方法之外 没有第二个方法 要在一个地方 这个弘扬佛法 要有 很有力量的 有道心 对佛法正确认识的 这样的大护法 所以你们同学 跟居士们 你们都知道 我对韩广长 为什么这样的感恩 我非常清楚 没有他 我没有今天的成就 早就被魔王打倒了 我自己心里清楚 那个时候摆在面前 两条路 一个是还俗 回去做居士 自己修自己的 另外一个呢 那就是随顺 去做金餐佛寺 去做法会 要在台上天天奖金 不可能 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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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护 都是劝你 参加法会 做金餐佛寺 有钱赚了 所以 我们有走这个 两条路 韩广长的护士 我们到场 虽然小 一般护士的 这个力量 非常薄弱 但是 能支持得下去吗 我们天天奖金 听众虽然不读 一年百个人 能维系 几十年 我是这么成就 所以 我们培训班的同学 你们要想成就 自己要发真诚的道心 求三宝为神 加持 三宝为神 怎么个加持法呢 佛菩萨会替你 找一个护法 像韩广长这样的人 不会被外境动摇 主义 纯正 坚定 他能护士 法师 自己本身 不贪图 名文理 真正能够放下 荣华富贵 愿意过 辛苦的生活 辛苦的生活容易维持 生活样样讲究不容易 要知道 在这个时代 护士正法的人少 正法里面是纯正的 没有什么花样 老老实实的 佛门有个谚语讲 活上不作怪 居私不来拜 真正好的 出家人 修行人 他不作怪 那不作怪呢 居私就不来拜 居私不来拜呀 当然 现在呢 你的供养收入就少了 所以 要过 辛苦的生活 我们在台湾 那三十年当中 听经的 几乎都是家境的 很清寒 收入很微波的 听经 他们有兴趣 富贵 所以人家 学佛 不来听经 那有一个 我在台湾三十年 没有一个富贵人家 到我到场来 你要知道 我们这样的环境 那我们从来 不叛元 从来不巴结人 因为潘元八戒人 很累呀 要看人家 颜色 讲话 你说那多辛苦 我们对于任何同学 直话直说 句句 都是好话 好话不好听 古人常讲的 娘又苦口 好的药 吃的时候 很苦 好的言语 同样的 不好听 现在人喜欢 听好听的话 真正的好话 很难听得进去 所以 道场里面 这些 权贵 富有的 我们这个道场 没有 一个都没有 道场很小 连个门面都没有 招牌都没有 谁瞧得起 你呀 但是 我们这样平平安安的 成就 把自己这个 道行的根基 定定了 这个是 韩广长 无量无边的功德了 所以 佛菩萨 难得 真的是难得 封菩萨 来不来帮助我们呢 完全看我们自己 有没有道行 有道行 一定有感应 蒙佛加持 天天有悟处 这真快乐 杂希充满了 天天有悟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